9月17日,由中国70余家博物馆联合推出的博物馆参观护照在重庆中国三下博物馆发布,这是首款由多家文博单位共同拥有的文创产品。 据悉,博物馆参观护照以传统护照概念为基础,各博物馆标志为要素设计而成,是参观者打卡博物馆的证明,执照人可在游览博物馆后进行签章。 与此同时,参观者在微信小程序文博之旅获得对应电子勋章和积分。 目前,重庆中国三下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东黄研究院等70余家博物馆已加入该护照项目。 南京博物馆文创部主任邱永生告诉记者,如今博物馆吸引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盖博物馆印章也受到他们欢迎。 最早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盖章本,盖章本,就是这个,还是护照应该是护照的一个前奏曲。 那么当时我们博物院啊,包括其他很多馆做的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在青少年这个市场的前列,他们也很需要。 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比较单一。 那么通过这个护照,这样把全国的博物馆和相关的文博机构这样联合起来。 据记者了解,博物馆参观护照厚度约为7毫米,展开尺寸宽172毫米,高150毫米,封面有深蓝和枣红两种颜色,正本采用水云纹压印,可牵盖96枚印章。 这个色彩我觉得设计的比较沉稳,有一点的文化内涵。 第二方面呢,就是它这个版色便携带,同时呢,这个也以保障,它这个封面是用一些牛皮啊,一些压印啊,水印的一些技术方式里面。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容量也比较大,它将近可以容量到100家博物馆来参观和盖章。 湖南省博物馆文创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沙告诉记者,博物馆参观护照不仅能为参观者留存记忆,还能提高观众参与博物馆文化的主动性。 同时,该项目也为各博物馆之间的资源共享、信息交流提供了平台。 一个是满足了现在当下很多年轻观众的这种来打卡这么一种需求,这也是迎合了这种小年轻的这种心态。 那么我们想,它到了博物馆,它或多或少的,它要走进我们的展厅,它去接受一些这种参观这种过程中间的一种文化的熏陶。 对我们各博物馆的这个文创的专业人来说,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博物馆护照持续的推行下去, 然后还会延伸出一些这个更有意义的能帮助这些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间,对他们真正实实在的有意义的文创商品,包括展览的推荐,来把这件事长久的那个持续下去。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护照发布首日已吸引到众多年轻人购买。 因为是新东西嘛,以前逛别的博物馆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所以觉得挺新奇的,然后想,希望买一个,然后留个纪念。 然后就我觉得算是蛮有意义的,可以相当于自己的一个足迹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